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田愚经》有一个故事 波斯密王有一天带兵经过奇缘 奇缘经社 听一位比丘诵经 声音十分轻妙 心中他很敬仰 他在这里就向佛陀 祭守寝室 希望能拜见这位比丘 供养十万钱 听到人家诵经 就是心生敬仰 佛陀就讲 你最好先供养 因为你先供养再拜见他 你如果先拜见 你就不想供养了 看到人你就没想要供养 然后他就给他做供养 供养以后他拜见这个比丘 他就发现他行貌十分丑陋 很难看 又矮小传触 这就是这个人 人啊 世上不是高大 世上这样 求作为一丸 那这个波斯密王看到 心声懊悔 这个叫相见不如不见 另外一个很好的想象空间多好 他就请供养佛陀 这个比丘怎么这么难看呢 一起祖三明吉阿吧 佛陀就开示了 当年迦世佛涅槃以后 有一个国王建一个塔庙 要来礼敬迦世佛 被来拱护了 所以像我们现在也在建佛学院 建寺庙 塔寺 对不对 功德殊胜了 那佛陀他开始讲了 当年迦世佛涅槃有一个国王 建一塔庙 要来礼敬迦世佛 四位都公大臣 其中有一位十分携带 就是来监督这个工程的大臣 这国王他要建寺庙 这是一个善愿 你为人成子的 就要尽心尽力 对不对 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国王要建庙 你大臣好好做 也功德无量 这就是一个大臣很懈怠 国王知道以后 为了施工品质 严厉责备他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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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 这就是训诫 这个大臣受则非但没有改进 他反而愤怒地讲 这就是情绪化 就是说 这座塔庙如此庄严雄伟 何有可能建成 建制就是妄想 批评了 我被讲了 谁都知道 我们要对这个社会 有很多慈善利己的工作 都要靠大家群测群力 动员起来 卷起袖子 当做自己的家事一样 来承办 在劝怒的过程 有很多的秘境 还有艰辛 或者理念不同 或者大家沟通协调 互相抵触有问题 但是你千万不要情绪化 甚至你情绪化 应称造了更重的业障 就称慧心一起 你看他称慧心一起 就乱骂了 这个庙怎么可能有办法盖起来 妄想 像这种话 他是正因为在讲义上 写的是很文雅修饰过的 对不对 对不对 如果你在造这个口业 起这个称业的时候 我们在佛子西山起颂 有学到 原三宝门故意中 对不对 你如果骂 那这个就是一个恶口 其称心 如果是跟三宝有关 就是圆了三宝之门 也中难忏悔 所以他骂的 他批评的 他发这个情绪 那这个称慧 就是在这个三宝寺庙上 家世佛的寺庙 因为此句怨言 受到五百事 短小丑陋的恶宝 所以你这个人长得不高大 好 那塔庙建成以后 但是呢 他也是有善心 由于布施保灵 塔庙之中 庄严佛殿 我们这个灵 我们的密教有金刚灵 还有宝宗谷上面有个小钟 还有挂在这个寺庙的屋 也有那个灵 对不对 为什么 那个风一吹 叮叮叮 这个就是禅宗的闻生法 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 也有闻生法 就是他告诉你 这灵中间是空的 空的 它有一个灵蛇 对不对 他在那边动的时候 就告诉你非空 真理是非空非有 真空妙有的 他随时让你听到这个声音 就在想 一切终归极灭 你听到这个声音 怎么样 契入屁如性海中 契入空性中 他就是在告诉你空性的道理 这个法器功德无量 所以他就捐了一个宝灵 在大庙 庄严佛殿 结果呢 又得到五百事 应生极为轻妙的善报 所以一切都是自己生于一照做 你看他捐了一个宝灵 他送进了 这好听 人家没有看到是谁就想供养他 想亲近他 那谁叫做他长着这个样子 人如果有这个智慧 不要造恶业度好 那佛法学得通透的人 才能够不造业 对佛法不了解 或者知之其异不知其二的人 常常就是 作业深重 又不知忏悔